康熙十六年由于黄河核武长期废持 导致河道泥沙淤塞 河水泛滥成灾 从而草域受阻 人民生活困苦 时任安徽巡抚的晋府被康熙调任为 河道总督专职治理黄河 停车 进去看看 四十年中 宫与侯 虽然是梦 也风流 我经落魄 邯郸道 要替先生戒枕头 写尸之人 胸中有大报复 本官倒想见见此人 速速帮我找来此人 是 大人 写尸之人 名叫陈皇 浙江前唐人 年轻时攻读 农田水利书籍 经研治理黄河之学 新闻大人 您要赶往青江浦治理河道 在下刚好对水利方面略懂一二 愿办大人左右 效全马之劳 我正有此意 陈皇兄才华横溢 希望您能作为我的募兵 助我一臂之力 进府和陈皇往返几百里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调查研究 为治理黄河设计方案 大人 您可知 潘济逊 以滴树水 以水刷沙之说 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 不能以尺寸置之 无济于事 须把治河 岛淮 宝槽 三位一体综合治理 潘济逊的树水公沙 续清刷黄的理论 在前朝取得巨大成功 必须参照并根据当今变化 加以改进 清水潭和运道相连 看来修筑清水潭的堤坝 是运河淮阳断堤的主体工程 不知您有何想法 要想使水流畅通 必须要输郡淮河 黄河的入海口 再开挖速迁至淮安的中河 把黄河和运河分流 这样就可以减轻 高游湖的水势压力 靖府和陈黄 一连草拟了八篇奏章 把方案报告给康熙皇帝 提出必须把黄河 运河 淮河 视为一体 通盘治理的方针 靖府在制河技术上 除了承袭前人 筑地树水等方法外 又提出了放淤固堤法和开淫堵绝法 众爱卿认为如何 皇上 靖府的方法劳民伤财 预计仅治理清水潭就耗资巨大 切不可行啊 他的制河方略又大胆又合理 朕认为可以一事 不然你们还有何良策 这 好了 就按照他的方法做 朕不会看错人 此清口 此清水潭 长约二百三十里 隐黄水内贯 河底淤高 居民每遭水患 运船也被足高 大物之急 就是尽快完成这疏通河道的工作 是啊 带着河道输均完工 我们就可以尽快用挖出来的土 筑建堤坝 减轻奶水对河岸的冲击 大人 您看 这高油湖附近挖出来的 不是沼泽土 就是水中带来的泥沙淤积的土 根本没有粘性 用这种土筑堤坝 并不能保证堤坝坚不可摧啊 筑坝堵决一定要保证质量 曹船南返都是空运 空载船要用重物压仓 可以让南返的曹船 带一船配险的老年土 这样并不增加负担啊 好 我这就通知下去 牌庄怎么能用这么几个木头 谁是负责这里牌庄的 马上把他给我叫来 是 大人 你可知罪 小人不知 修筑长笛 去密下牌庄 你却偷工减料 差点酿成大祸 大人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大人开恩 你可知修筑何罢 堵塞绝口 是何等重要之事 不得有半点马虎 罪不可输 拖出去 账则一百 加号何滴一个月 大人 饶书小人吧 大人 大人 传令下去 严查工程质量 如再有偷工减料 弄虚作假之人 严惩不待 我们的工程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 大家在家把劲啊 好 好 好 康熙十八年 清水潭工程竣工 只花了九万两白银 此后十多年 没有决堤 彻底改变了高游湖 年年修缮 年年溃绝的历史 康熙十分高兴 赐这条河 名为永安河 河堤名为永安堤 靖府为防止 黄河下流绝口 又提出在上流 建减水坝 于是在 萧 荡 宿迁 桃源 青河等地 河至两岸 共建筑了十三座 其坝东西宽十二丈 南北长十八丈六尺 掌水时可用以宣泄 康熙十八年一月至四月间 靖府从新庄闸西南 开新河至太平坝 又从文华寺 永济河头 开新河 经七里闸 转而西南 亦至太平坝 接至烂泥浅 以运口与烂泥浅之上 改变运口成为 靖府治河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督大人 多亏了您治河有方 监察有度 我们才不受水患之苦 您为官清正廉洁 欣喜百姓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请您一定要收下呀 多谢各位的好意 治理黄河是我分内之事 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我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大家过上太平的日子 常年预计在杨淮地区 七州县的洪水 终于退去了 靖府在黄河两岸 修整了长堤 建了缕堤和碱水坝 沙子被冲走 曹韵畅通无阻 百姓不再四处流浪 黄河安然无患 嗯 八年了 黄河大修终于完成了 靖府做得好啊 康熙一路南巡 视察黄河河道 靖府跟随南巡的 康熙地左右 对所有工程 一一详佳解释 嗯 朕视察了整个工程 直到你实心认识 两岸的百姓 也都称赞你治水有方 清正连警 朕今日赐你一副 朕亲自写的诗 希望你不复朕所做 谢皇上赏赐 还请治水有方 将帝身边 必有博古通经之人吧 陈有一幕兵 名叫陈皇 聪慧才干 十年如一日 铸臣至和 功不可没 好 都是我大清的人才 有功者 都重重有赏 曹韵畅通了 百姓也终于 没有再受颠沛流淋之苦了 大人 您辛苦了 多年之后 年过六旬的晋府 由于操劳过渡 积劳成疾 于康熙三十一年冬天 确实 但是在晋府死后五十年内 黄河再也没有出现 严重的水患 百姓们怀念他 纷纷传说 他是何博再生 晋府死后留下的 信文相供奏译 智和方略 城隍留下的智和树言 都成为我国水利史的经典 受到后人重视